大家好,我是戴老哥的猫,欢迎我来 今天呢,我坐在太阳下面 这个光真的是有点不太均匀 我尽量让我的脸看起来比较均匀吧 这样还行哈 S,然后 K,K,K2 他们家的这个牌子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接着一块儿 看下去吧 那么SK2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呢 现在这些是我正在用的 一瓶呢,是SK2他们家的 神仙水 Kami sanек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K2的小灯泡 小灯泡呢,是一瓶美容的美容液 再来呢,是 大红瓶,大红瓶呢 是他们家的美容乳液 那这三个呢,就是我现在 每天呢,都有在配套用的 基本上早晚都可以用的护肤产品 我自己呢,接触这种百货 商场的护肤品呢,大概是從 20多岁的时候开始 到现在呢,也已经有了一些年头 所以说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近这两年吧 就是已经定型在了这个SK2身上 所以说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对SK2的一些使用感受呀 然后包括也给大家看一看SK2他们家的产品都是什么样的 然后购买来试一下 但是还犹豫的话 那说不定今天的视频呢 会对你起到一定的帮助 哇天啊好帅啊 那我首先是一个小塔 诶别掉 这个小塔呢 是SK2他们家的那个乳液的小耗装 一盒呢是15克 这么 是15克吧 对是15克 这么这样子4瓶加起来的话 其实也有60克的 其实也非常量非常的大了 这个呢是一组空瓶 然后呢还有大瓶的 这个大瓶的话是一盒呢是80克 80克他也已经空瓶了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空瓶了 不是说拿个瓶再给大家糊 你看空瓶被我刮的可干净了 然后接着呢是 这有一个SK2他们家的神仙水的小号 这个小号装是30毫升的 然后他也用完了 另外其实还应该有一瓶这个大瓶子 但是我找不着了 所以说就那样吧 我找不着了就算了哈 就是我其实就真的哈 用他们家的产品已经用了非常的久了 那现在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产品那个每一个都是什么样的质地 然后给大家描述一下使用起来什么感觉吧 首先呢是SK2他们家的这款神仙水 我的妈妈呀我好晒呀我好乐啊 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你们看我是什么样的 好看吗 不好看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站在这样的一个大黑羊上 就让暴晒 而且我还没有擦防晒 然后拿着东西把腿稍微挡一挡 好 那这个SK2他们家的神仙水 首先我倒一点在手上 我觉得这个光不行啊 我首先要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 这个感觉好像闪下了狗眼 这样准备 这样稍微好一点哦 这样好一点 然后我们接着来聊 就给SK2他们家的这款的神仙水 我给大家倒的时候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首先呢它是那种非常非常稀的液体 就是你这么倒下来 就是水滴 你看 就是真的是水滴 然后呢就涂在手上 就感觉好像是你去洗了个手一样 手呢就是潮潮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呢用起来它不腻 像我自己个人呢是非常讨厌 用那种棉不拉紫的化妆水 然后就是涂在手上涂在脸上 就感觉好像它都在拉丝的那种 那种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 所以它这种非常水的状态呢 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的 其次 味道 哎呀 SK3他们家的神仙水呢 有味道 是真的有味道 很多人把它形容成一种就是口水的味道 那可能是一种发酵的味道吧 我自己刚开始用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在意 但之后呢越用越用用 用习惯了之后 我就一点都不觉得它这个味道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人而已 你可能到会台去实际闻一闻 觉得自己是否能接受 比较重要 好那么关于这个神仙水的使用方法呢 简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平常是怎么用的 我会倒一点的在自己的手心 然后呢两只手稍微给它匀一下 之后呢我会直接往脸上拍 我现在化妆了随便我把它拍在这个脖子上 就这样子压上来 然后松开 压上来松开 然后在下巴呀 然后鼻头呀等这些可能比较松 需要滋养的地方我会稍微多拍几下 然后多余的呢可能会稍微擦擦脖子 然后蹭蹭手背什么的 有些人会说神仙水应该用化妆棉擦 有些人呢会说应该用上手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想咋地咋地 像我的话比较嫌麻烦 我就是直接上手的 然后我会觉得上手的感觉会更舒服一点 然后用化妆棉的话呢就是我会感觉好像 就是化妆棉把化妆水全吸走了 然后我的脸在跟化妆棉抢水喝的感觉 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下一个 那就是SK2它们家的灯泡 这个灯泡的话呢它打开之后 是这样子的一个低管 湿管的这样的一种形状 然后它上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软软的口 然后你在这里按一下 它就能够挤出来里面的乳白色液体 那和刚才的化妆水相比的话 它这个液体呢就要更稠一点 你看我这样子手倒在这里 它是这样子挂着我的手 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流的 它带有一定的这种稠度 那这个液体呢我一般也是擦手上滑开 滑开之后呢它不黏 这样子手张一张你会感觉 比刚才的水呢要稍微有一点强一点的存在感 但是整体的话它也一点的不黏 然后我会把这个呢也是和刚才擦水一样 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这样子粘在自己的肌肤上面 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 就能很大程度的去减少摩擦 所以说我平常的话会比较喜欢用这种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下去起来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去辜负 尽量哈尽量也谁都不是说能绝对做到 感觉呢也没有任何的过敏 然后整体用它也非常的舒服 一般情况我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呢用这个 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会用自生堂 他们另外的就是自生堂架的另外一款美容液 但是夏天我基本上因为为了美白嘛 接着就会换到小白瓶上 这是第二样 再来呢是第三个 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大红瓶 大红瓶呢就是乳液了 这个乳液用起来呢很爽很舒服 它打开啊是这种罐装的 这种罐装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挺喜欢 因为就像我刚才用空瓶的这个一样 你可以把它里面的每一分每一毫都用手指 其实给蹭干净了 像很多那种挤的乳液 它最后其实里面多多少少还有剩一点 但是你又抠不出来 那最后就挺浪费 这个的话就是这样子一个罐装 然后你把这个盖取掉 它其实有一个小勺一样的东西 但是早就把丢哪去了 我都是用手哈 用干净的手去蘸一点它这个乳液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乳的话和刚才的那些质地 比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完全的非常稠的质地 我这么甩它都甩掉了一点 甩掉了一点 但是基本上还是甩不掉 都是在手上粘着的 接着呢也是和刚才一样 把它呢蹭在自己的手掌上 然后稍微涂开一点 然后通过沾松 沾松 沾松 的方式去涂抹到脸上就可以了 那整个SK2他们家的系列呢有味的 就只有这款神仙水 无论是小灯泡 还是这个大红瓶也好 这俩呢是没有任何奇怪的味道的 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的三样产品 我自己呢用SK2他们家的产品 其实也已经用了有两年多了吧 这两年多虽然偶尔也会去用一些其他品牌的东西 可是SK2呢我基本上都会买来也是放在家里 说一下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吧 我对它的感觉呢就是 很舒服 这是我最直白的感觉 我用很多品牌的产品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它要么是黏了 然后要么是太香了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种化妆品的浓香 所以说那种香味很重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一票 否决掉 然后涂在脸上之后感觉很不舒服 很黏很丑很忽 很忽脸的 我也一概否决掉 不管它用在脸上再舒服我都不喜欢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还不喜欢用那种先乳后水的 就是我先涂乳 然后再涂水 因为那种产品 当我想把其他品牌的东西混进来用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迷茫 它们之间的先后顺序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先水后煮的 那么这样子一些先决条件加上来之后呢 像在为数不多的品牌中呢 SK2就成为了一个我长久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产品 那我自己的皮肤状态呢 是属于那种其实毛孔比较明显 然后偶尔呢会在下巴呀 然后长点痘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很严重很严重的皮肤情况 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烂脸情况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保证说 OK你烂脸也能够用SK2去恢复到一张光滑的脸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经历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这么说 这个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实际上呢 去买来用一用试一试 看一看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它对我而言的话是一个皮肤的稳定器 所以我不用我可能会出问题 我可能会鼻子上面爆干皮 然后毛孔就感觉哇 哎呀我天天月球爆表面一样的 那用了之后呢我的皮肤状态 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下 这就是我对SK2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所以说他们家的产品呢 我今后其实还是会无限回购下去的 它一定是我的化妆品品牌中 一直都不会缺少的一份子 也是因为我这么的喜欢它 所以说才紫围的拍了这样子一个化妆品介绍的视频 来给大家分享哈 这个SK2的产品 不是广告 纯是自己喜欢 好了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或者上方单的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在老郭的猫 毕业于日本京都安学经济学部 平常呢其实是一位 上传日本留学日本生活类型的B站的UP主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请欢迎点击我的头像来关注一下我 当然偶尔也会发一些像今天这样子的美妆护肤类的视频 毕竟女生吧还都是喜欢这个口的 同时呢我自己还是一位日语日本留学 然后日本升学的专业指导老师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来日本留学相关的疑问呀问题呀 或者需要一些协助帮助 你都可以来找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呢在下方的视频简介栏里面有 你可以点开去加一下 这应该也有对吧 视频上屏幕上应该也有 那好了该说的就说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一定要给我点个赞哦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 这个光又开始不均衡了 你看我这个手黑白无常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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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